由於我們各項目的設計都非常精美 兼且戶型特別多 我們都希望多些時間給客人去接返 包括代理們、客人 所以我們相信不會即時出資標文件 反而到最後我們就希望盡量安排多些客人、代理 盡快去了解我們整個項目 即是真實設計 有多獨特、有多吸引 但上樓室是不是會開示範單位? 隨即我們都會盡快的 我們都會上樓室之後 盡快會開放時發展 有機會是今個月還是三月? 今個月有機會 一月有機會 SA有沒有機會今個月? 我們都會看,第一看樓室的情況 因為我們都希望盡量可以很尊貴地招呼每一個客人 我們去到成熟的階段 我們盡快都會盡快出銷售安排和招呼文件 雷三樑的問題,今年的樓室是農業 上樓室和二年都升了兩成七樓室 市場都寄望今年可能會反省 你會怎樣看呢? 第二就是十大樓室南口在新春期間 都會有零成交的時候 你會怎樣停價呢? 是否反映市場的信心很弱? 其實二手市場根本是比較飄忽的 今年可能是多了人出外 我們可以再看兩個星期 今年的樓室 我相信很大機會 特別是上半年 是由豪宅主導的 近期我們都看到 行家都有一些大額的成交 眾所周知 香港億萬富豪的數目在世界是纏列的 就算經過幾年的疫情 我們港人的總存款額都繼續增長 只要利率稍後見頂回落的話 我相信會更多的資金流入豪宅市場 當然我們都不會忽略國內買家的能力 與此同時 其實一般住宅的租金一直都在升 同樣我相信利率稍後稍微降溫 由租轉賣的誘因是更加大 當然我們最後都希望政府都可以 順應市場的情況 稍後撤去辣椒 這個可以很快啟動樓市 今年可以全面復甦 謝謝 請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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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